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性格色彩的世界 在上一个章节当中 我们主要讨论了三大问题 第一个我们各位来分析了 当我们了解了性格以后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冲突 以及人际关系的障碍 第二个我们也来讨论了 为什么在纷繁复杂的人性当中 我们要把人分成四种不同的性格色彩 我们是来探讨关于人的共性 而不是探讨人的个体 而性格色彩本身 它只是一个代号和一个符号 第三我们来讨论了关于红蓝黄绿 四个颜色分别代表的一些基本的含义 与此同时我们指出性格色彩本身没有好坏 每一个性格色彩本身 无论是红蓝黄绿都有他们的优势 都有他们的过当 同时我们指出性格和个性 以及动机和行为的定义 指出性格色彩与其他性格分析系统最巨大的差别 在乎于性格是天生的 但是个性可以通过我们后天的自我了解 来进行修炼 但是在我们自己开始进行自我完善和个性修炼 以及在我们开始相处人和人的人际关系之前 我们必须首先对红蓝黄绿的四个颜色非常清晰的了解 我们必须深知每一个颜色的优势 以及每一个颜色的过当 因此在接下来的四个章节当中 我将分别就红色 蓝色 黄色 绿色 四个颜色 每个颜色的优势跟局限性 跟各位来进行解剖 帮助各位来了解四种性格 内心深处真正的动机 以及他们的想法 以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 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在正式开始我们关于红色介绍之前 我必须跟现场的各位朋友 以及正在看的观众朋友们提出一个挑战 那就是当你在第一个章节当中 了解了关于红蓝黄绿四个颜色的基本定义以后 首先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四种不同的性格 什么颜色的人做事情的速度比较快 什么颜色的人做事情的速度会比较慢 那么绝大多数的人 当我们在刚开始了解性格的时候 首先我们知道了红蓝黄绿的定义以后 很多朋友都能够很快的得出确切的答案 那就是红色跟黄色 这两种比较外向型的性格 整体上他们是偏向于做事情的速度偏快的 而蓝色跟绿色这两种颜色 他们整体上来讲相对于偏内向 而这两种颜色做事情的速度会比较偏慢 这个话题一定不困难 但是困难的问题是 如果我现在向你提出挑战 我向你请教 这四个颜色我一定要让你排出来 谁做事情的速度更快 谁做事情的速度更慢 那么就需要值得讨论了 那么很多人关于讨论到红色黄色蓝色绿色 速度更快慢的问题上 我们会有很多的增值 这些增值显得意义不大 我们现在尝试用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 来考虑谁可能会更快 比方说 现在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他们今天呢 周末的时候 组织一起去郊外去野油 在郊外野油的时候 有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叫做射击 当面四个人都没有打过枪的时候 他们走到教练面前 让教练招打枪 于是教练会告诉他们 打枪很简单 打枪有三个最重要的步骤 第一步 举起手枪 预备 第二步 闭上眼睛 开始摇准 第三步 瞄准了以后 然后扣扳机 射击 当面四个人教练招完了以后 他们首先上去拿起枪打的 第一个人是谁 我想各位都知道 第一个率先冲上去拿枪打的人 是红颜色性格的人 没错 当典型的红颜色性格的人 看到真理有枪 冲上去开始去打的时候 于是 隔着胃拿起来 好 礼拜 妖准 小刘 好久不见 哎哟 老马 好久不见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结果你发现红颜色性格的人 突然发现 有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叫他 于是他本来正在专注打枪 但是典型的红颜色 因为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 很有可能他的注意力会出现分散的状态 因此红颜色的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但是以最终的结局的角度来讲 他们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快的 可是如果现在呢 我们来颠覆一下 如果假设说 今天打枪的这个人不是红颜色性格 是一个典型的黄色性格 当黄颜色性格在打枪的时候 直接要当 非常明确 过去以后拿起枪 打几个尾 射 射了以后再瞄准 对于大多数的黄颜色性格来讲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要先射再瞄准 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大多数的黄颜色性格 在天性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反正我不可能一枪打中 我先去做了再说 只要我的大方性确定 是不会错的 我具体做事情过程当中的轨迹 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调整 我必须保证我的大方向 是准确无疑的 因此黄色最大的特点 是先把它生米煮成熟饭 方向性只要对 一切就都OK 因此 以最终的结果的角度上来讲 通常情况下 黄色 它的最终的结果 可能比红色还会更加快 红色的反应非常快 但是如果红颜色 它的注意力分散的话 反而可能会比黄色会更加慢 但是如果你速度的慢的角度来衡量 我们来看看蓝色跟绿色 这两个颜色的人 他们是如何实施 他们的打枪的行为的 当蓝颜色和绿颜色 红黄打完了以后 蓝色开始 好吧 现在该我了 蓝色上去以后 拿起枪 刚刚举枪要打 教练慢一下 我现在把枪给擦一下 他把枪擦了半天以后擦干净 因为蓝色注重细节 极其要求完美 全部准备好以后 隔着隔壁 一百 等一下 我姿势再调整一下 然后 左倾45度 左眼为B 开始瞄 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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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 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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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 继续瞄 一定要等到百分百瞄准 才能够是 可是蓝颜色的人 他永远都不能够瞄准 所以就永远 不是 对于大多数典型的蓝颜色性格来讲 因为他的天性当中充满了完美主义的思维想法 如果我不能够确定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做到最好 蓝色性格的天性是 我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如果我不能够做到最好 那我宁可先不去做它 因此 典型的蓝颜色性格的人 因为他们做事情当中的完美主义 导致他做事情的速度可能会变得很慢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 蓝色做事情的速度很慢 但是蓝色拿出来的活非常非常的漂亮 以最终的质量的角度上来讲 无人可出蓝色之左右 那么最后一个很多人会问 蓝颜色性格的人拖拖拉拉也很慢 为什么说绿会比蓝要好一点 那是因为绿色的确很拖拉 绿色的的确很慢 但是绿色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来看他怎么打枪的 当红蓝黄三种人在打的时候 绿色在一边等着 反正我先不跟你们抢 你们打完了以后 最终会轮到我来打的 等到红蓝黄三种人全部打完了以后 绿色心里在想 太好了 现在终于该我来打了 于是绿色非常高兴的上去 好吧 现在我可以来打了 绿色刚刚拿起枪来打 那个红颜色的伙伴就说 哎 老六 失败时间到了 啊 我随便打一枪 好吧 我赶紧跟他走了 对于大多数绿颜色性格来讲 绿色最大的特点 是他不愿意发生人际关系的冲突 不喜欢给别人惹麻烦 当绿颜色性格发现 如果他过多的打这个枪 会让其他的人不爽的时候 绿色性格在想 无所谓 我就随便打他一枪好了 对于大多数的蓝色 和大多数的绿色 这两者当中至关重要的差别是 蓝色的人 在他一生的座右铭和价值观当中 不可以有随便二字 而对于大多数的绿颜色来讲 人生很多东西是无所谓的 不一定要强求 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的累 因此 以这个事情的本质上面来讲 我们很容易发现 绿色和蓝颜色两种速度都偏慢 但是以最终结果的角度上来讲 绿色的随意 从某种角度上 反而有可能会比蓝色还会快一些 好了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红色跟黄色 两种颜色是偏快的颜色 而蓝色跟绿色这两种颜色 是偏慢的颜色 因此 在你的企业当中 当你的老板是变形的红色和黄色的时候 而如果下属是蓝色跟绿色的时候 经常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评价是 哎 你做事情能快点吗 怎么做事情这么磨磨叽叽的 要跟你讲几遍才可以做 先去做了再说好吧 对于大多数的蓝色正在想的时候 很多黄颜色的老板对他的对话是 等你全部都想好 算是没得做了 先去做了再说 而对于大多数典型的蓝颜色性格来讲 当他出于上属 而黄色出于不属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可能对于红色跟黄色这两种颜色 做事情速度偏快 表示不满 他会认为 如果这个事情你并没有考虑的非常周全 那你宁可先不去做它 否则的话 万一做错了事情 回头都来不及了 这个就是速度的快慢 当我们在理解红蓝黄绿的时候 可以对我们起到的作用 我们讨论了四种颜色 我们讲到了红色性格的反应 非常非常的快 他们非常的机灵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 在一个团队当中 很多人一直问到我说 红色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实际上 刚刚红色性格在团队当中的角色 你只要看看 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几个主人公 你就很容易发现 只要看过射雕英雄传的小说 和射雕英雄传的电视的朋友们 当我问到你说 点心的红色的代表人物 通常会是谁 你不会告诉我 说欧阳峰或者黄耀师 绝大多数人的反应 第一反应是黄荣 老顽童周波通 第三 北盖洪奇功 你会发现 不管是北盖 还是老顽童这两个人 年龄都已经非常大 所以点心的红色 即使年龄非常大了以后 他们还是非常有童心的 他们是非常天真的 我知道我小时候 一直在公园里面 在玩的时候 发现很多公园里面 有很多老年人在那里跳迪斯科 穿着花棉 然后非常非常开心 那些通常人们称为老小孩的人 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当中 通常他是属于比较典型的 红颜色性格的人 而一个红颜色的性格的人 他之所以在一个团队当中出现 他能够带给别人 非常多的欢快的氛围 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天性当中 红色充满了积极 红色充满了快乐 所以在一家企业里面 你会发现 销售部门和财务办门 会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对于大多数的财务部门来讲 对于蓝颜色性格 要求比较多的财务部门 和对于红色性格 要求比较多的销售部门 是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行业 以及不同的公司 还有不同的职能部门当中 会有着不同的风格上的 文化上的差别 从这来讲一句话 免除红色性格 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快乐 这就好比在你小时候 去同学家里面去玩的时候 请你去回忆 你最喜欢去什么样的同学的家里面 我们发现 当这个同学的家长 是黄色和蓝色的时候 通常情况 我们去了一次以后 我们可能会紧张 我们可能会害怕 我们可能就不敢再去 但是当同学的父母 是红色性格的时候 典型的红色父母 甚至肯趴在地上 跟你在一起玩 他们表现得非常的活跃 而当你的领导 当你的老板 是典型的红色性格的时候 你不会感受到 非常多的压力 你会觉得 它带来很多的激情 带来很多的欢快 以及它有很多很多 振奋人心的这些心点子 既然讲到新的点子 就牵涉到创新的问题 既然牵涉到创新的问题 很多企业里面 现在人在讲 创新型的这种组织 和创新型的这个社会 以创新的角度来讲 我想我不需要继续来展开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 典型的红色性格 在发散性的思维方面 以及发散很多新的点子 创造很多新的主题方面 有它独特的强项 这就是为什么 在大多数公司的市场部门 以及广告公司当中 红色性格 占到比较主的原因 因为大多数的红色性格 他们能够创造出来 用他们天马行空的这种思维 带出来很多新的变化 第四个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来解决的问题是 在这个部分以上 红色性格 哪一个器官 可能会比较发达 当我们了解了 红色性格哪个器官 比较发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知道 和不同的性格相比 每个性格 有着天生的 别天独厚的 他们的一些强项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 在这个部分以上 红色哪个器官最发达 不可能你应该知道 红色最发达的器官 是它的这个 一个是红色的嘴巴 所以是有人在说 有的人可以把死人给说火 我想能够把死人给说火的性格 在天性当中最强大的能量 可能莫过于红色了 红色性格具备超凡的 这种表达能力 可以把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 通过它的语言 通过它的表达方式 以及通过它的激情 可以慢慢的变得 非常非常的形象化 变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化 因此红色性格在表达能力方面 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强项 红色性格的表达能力 加上红颜色性格的欢快能力 使得在大多数的 节目的主持人当中 红色性格占的成分 比较多一些 可是我们不能够得出结论 说红色性格是最适合做主持人的人 因为你稍微观察一下 中央电视台的一些主持人 当你去发现白岩松 王志和其他的一些主持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那些思想类的节目主持人 和即时类的节目主持人当中 红色性格的偏少 而在娱乐类的节目主持人当中 红颜色性格整体上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仍旧重复 我在第一个章节当中 跟各位重生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 每一个颜色 没有好坏 但是每一个性格 都有他独特的一些风格和特点 这就好比不同性格的人做主持人 他适合的风格 以及适合的节目 可能都会有很大的一些 红颜色性格的表达能力 以及他在天性当中 他们非常强大的感染力 一旦他发挥过当的话 就会演变成为红色性格里面 一个极具局限性的问题 那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表情的红色性格 说话有的时候会略显得夸张 因为他们的夸张 他们能够把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变得非常非常的生动 而这些夸张对于另外一群性格的人来讲 是一些致命性的灾难和伤害 在四种颜色里面 当出现这些多分夸张的现象的时候 每一种颜色的人 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的排斥 无一例外 在四种颜色当中 可能表现得最为排斥的性格 是典型的蓝色性格 因为对于大多数的蓝色性格来讲 当你在说话和做事情的时候 是否精确和准确非常非常重要 而对于大多数的红色性格来讲 我是否能够达到效果很重要 因为红色性格强调的效果 和蓝色性格强调的精准 他们两者之间产生的剧烈的冲突 使得很多蓝颜色认为 如果红颜色性格说话过度于夸张的时候 我会认为你是一个不可以被信任的人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 在四种性格里面 人们经常会来提到 每一种性格的人做事情 可能最容易会让你产生出来信任的感觉 在普通话大败话里面 我们把它称为用一个词来描述 叫做什么样的人做事比较靠谱 什么样做事的人可能不太容易靠谱 从靠谱的角度上来讲 在四种性格里面 最容易让你有信任感觉的颜色 排名第一的 是谁 很多人会认为 做事情比较牢靠 可能蓝色和很多黄色 有很多人认为 绿色做事情中规中矩很牢靠 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 因为绿颜色性格的人 他还会有另外一个特点 那就是绿色因为他不愿意跟你发生人际关系的冲突 所以有的时候 当你去跟绿颜色说话的时候 你告诉他一个指令 绿色性格心里面可能根本就完成不了 但是他看着你说 好 我知道了 当绿颜色性格说我知道的时候 并不代表他一定会去做 可能并没有办法来完成 而对于大多数典型的蓝色跟黄色性格来讲 很多人认为 做事情当中可能会比较牢靠一些 这两种做事情的牢靠程度 如果从牢靠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更加强大的是典型的蓝颜色性格 但红色性格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因为红颜色性格的人 他们非常乐于助人 他们非常愿意把自己内心伸出的快乐的想法 来跟他人来进行分享 所以有的时候 当他人提出一些困难的时候 红颜色性格也乐于去给别人支持 但是有的时候 他答应的速度过快 会带给他一些很大的一些麻烦 在我们过往的培训当中 我们曾经在早年的时候 做过很多的销售培训 在销售培训当中 我们曾经结合性格色彩 来开发出来了一套有效的课程 来讲到 针对不同性格的销售人员 当你的销售技巧已经非常高超的时候 你如何利用性格色彩 来洞察你的客户的内心 以及你自己的行为模式 以及不同的性格的销售人员 和不同性格的客户 如何更加好的匹配 我们曾经讲到 对于很多其他性格的客户来讲 对于典型的红颜色的销售人员 他们其实有一个内心深处 极为反弹 极为不喜欢和极为排斥的地方 那就是人们可能会认为 红颜色性格的人 他是好心 但是他答应了很多事情以后 他可能会没有办法 来进行有效的做到 比方说举个例子 你今天去代访你的客户 把你的客户提出来一个要求以后 很多红颜色性格一听 本门的反应 王先生你放心 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 没有问题 下个礼拜三 这个东西我一定交给你 可是没想到回去以后 他跟几个部门的人商量 跟第一个部门商量 你答应他的那个样子 根本做不出来的 好吧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跟第二个部门商量 你跟他讲的那个价格 是上个月的价格好吧 现在我们价格原材料 有产价有变化 跟第三个部门商量 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运输公司 物油公司都出问题 那个时间根本不可能完得成 结果他本来是好心在客户那边 他希望能够帮助客户 解决一个问题 派通不承诺 但是没想到回去以后 跟这三个人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三个人一讲完 发生全身问题 结果一直在拖 拖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电话来 客户电话一来 心里非常紧张 到底要不要接 本电话店名一直死命的在想 没有办法拿起来电话 一接电话 哎呀 王先生啊 你知道吗 简直这段时间我忙得一塌糊涂 你是不是为了上个礼拜那批货的事情 我告诉你啊 这段时间我们公司里面忙得一塌糊涂 我自己脚都要跳起来 为了你们这个事 不过我告诉你 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又很严重 第一第二第三 这些问题现在暂时都没有办法来解决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下个礼拜四 我一定帮你把问题给解决掉 你发现红颜色性格的人 当他没有办法来履行他的承诺的时候 他会找出很多的借口 来为他自己开拓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必须跟你来汇报 当红颜色性格跟他的客户做出这个承诺以后 当他的客户对象是两种不同性格的时候 他会面临一些非常大的麻烦 当他的客户的性格是典型的蓝色和典型的黄色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会遇到非常强烈的挑战 如果他的客户是典型的黄色 典型的黄色性格是非常干脆利落 直接了当的人 当他发现你之前给他的承诺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黄色性格听电话才听到一半就会跟你说 对不起孟先生 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 上个礼拜你告诉我的事情 今天没有办法搞定 OK 那你就不用讲了 以后你也不用打电话给我了 典型的黄颜色立即把电话挂掉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今天要面对的客户不是黄色 面对的是典型的蓝颜色性格的人 蓝颜色性格的人会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来处理 在你打电话的时候 随着你怎么讲 他不会给你不动声色 不会给你任何的回馈 等到你所有的话全部讲完了以后 他开始说 安乐先生 我记得好像在上个礼拜曾经有某人承诺 在今天上午十五分之前会把东西交给我 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为他上个礼拜做的承诺负责 你说我怎么会相信 他会为他今天做的承诺负责呢 当典型的黄颜色 要致命于死地的时候 就把你给杀掉 但是当典型的蓝颜色要致命于死地的时候 他会先让你唱戏 等你戏全部唱完了以后 慢慢的拿话来阴你和损你 这就是当不同的性格 在听到红颜色性格做出来的承诺 没有办法来兑现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 典型的红颜色性格的人 在天性当中 他们非常乐于助人 他们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人 但正如我刚才前面所说 有的时候 他可能不容易让别人取得信任 取得信任的关系 刚才前面讲到的最重要的重点是 红颜色性格可能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没有办法做到 那很多人会问到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红颜色性格的记性不好吗 还是因为红颜色性格的人 可能答应过以后就忘记了 事实当中完全不是 我们从本质的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红颜色性格在天性当中 他的表达方式跟其他人有着本质的差别 提个例子 现场的观众和各位朋友 在一生当中 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请你来回忆 在不同的人群当中 什么样性格的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说我爱你这三个字比较容易 什么样性格的人 说对三个字可能会比较困难 我觉得各位都知道 对于大多数的蓝颜色性格来讲 要说出这三个字非常痛苦 但是对于很多红颜色性格来讲 要表达出来这种感觉 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很多红颜色性格来讲 可能当他跟张三 结束了一段情感以后 内心深处非常痛苦 但是在两个礼拜以后 当他有可能认识了 另外一个理事的时候 很有可能 他的畸形会被复燃 有意思的事情是 当他在第二次表达 我爱你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真心的 有关键的调点在于 对于很多蓝颜色性格来讲 可能认识了你几年之后 他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 人就是非常痛苦和困难 那是因为 对于大多典型的蓝颜色性格的人来讲 他认为 如果我说我爱你 代表我要为你负责 我有能力为你负责吗 如果我说我要爱你 代表我要跟你结婚 我说能跟你结婚吗 如果我说我爱你 可是你并不爱我 我先说出来的话 你会对我有什么光点和看法呢 如果我是蓝颜色性格的人 当我要跟你说这件事情之前 我一定是确保 我能够把这件事情 所有的可能性 全部都考虑完 我认为都是万无一失的 然后我还会表达出去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蓝颜色性格在表达的时候 会非常的含蓄 会有暗示的手法 但是对于大多数红颜色性格来讲 我现在有这个想法 我就把我的想法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所以我一直在开玩笑 我说红颜色性格和蓝颜色性格 他们的说话的这种脑内的体内 周期不一样 如果我是红颜色性格 我有了想法以后 我会直接了当地把它 给透出来 但是对于大多数蓝颜色性格来讲 当他有了一个想法 想说的时候 他说不行 我要想一想 再转一圈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万一说出去 我做不到怎么办 在转了几圈之后 蓝颜色的人才会把它说出去 而且更重要的要点是 红色在说话的时候 喜欢把话给说满 但是对于大多数蓝颜色来讲 就算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他的话会说 他说好 我尽量试试看 我下个礼拜四给你答复 很多蓝颜色的人 就算有一百分的把握 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只是说七十分 而红色刚好跟他是颠倒的 好了 各位朋友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演示 关于红色跟蓝色这两个颜色 同样在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 一个人 他是有想法马上出来 而蓝色性格 可能是想了半天以后才出来 这两种不同的性格 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别 就造成了典型的红颜色的人 他们愿意帮助别人 他们乐于承诺 但是他们承诺的事情以后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忘记了 没有办法做到 而最要命的问题是 对于那些非常非常注重承诺的 蓝颜色性格来想 是一些致命的伤害 因为他们会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面 不守承诺的人 是不可以 很信任的人 其实很多红颜色性格的人 非常冤枉 非常委屈 他认为我是好心 为什么不得好吧 因此我对于在现场的和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的建议是 如果你是红色性格 你只要做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行了 第一 当你下回答应别人事情的时候 请你稍微埋成半拍 第二 如果你答应别人的事情 我求求你说话 千万要给自己留下一点余地 千万不要像马大赛当中的 泛德标那样 胸腐盘的悲响 结果都会没有做到 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另外 当你在工作当中 面对到一些典型的蓝颜色性格的时候 在说话和做事情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 不要太过于夸张 你们太过于夸张 你们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OK 既然我们是在研究人际关系的冲突 以及不同的性格 在面对冲突时候的状态 所以很多朋友一定会关心的问题是 在四种不同的性格色彩当中 每一种性格色彩的人 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什么性格色彩的人 最不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我想这个观点 在我们听完挤牙膏的案例以后 我们应该已经知道 绿颜色性格在天性当中 他们最不乐意跟他人发生冲突 可是难点在于 黄色性格的人 他在天性当中与人动 其乐无穷 他们可能很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这点都不困难 困难的事情是 红色跟蓝色这两个颜色 到底容易不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从表面上面来看 红颜色性格的人 很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那是因为红颜色性格的人 很容易跟别人产生口角上的一些争执 但是典型的蓝颜色性格的人 并不像各位想象的那么容易搞定 因为蓝颜色性格的人 他们可能冲突表面化的程度不强 但是在内心程度 可能会非常的坚持 那么好 在面临冲突状态了以后 不同性格的人 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查 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举个例子 各位来看 这个字 有什么字 现在假设 我刚刚加入一家公司 我是这个公司新的成员 我认为到这个公司以后 他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 但是我不是 所以我不懂 因此 我进公司的时候 我的师父告诉我说 他说那家你给我记住 如果你不懂的东西 你就虚心去问 请教大家 我说好 师父 我记住了 今天上班 我现在碰到一个麻烦 就是我不认识这个字 假设这个字 我不认识念什么 我现在需要来请教我的不同的同事 我来问他们这个字 到底念什么字 我首先 拿到这个东西以后 去找到我的第一个同事 我的第一个同事 是典型的大红色 于是我找到他以后 开始跟他有一段对话 我找到他以后 去问他 我说 哎 我说 兄弟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个字到底念什么字 你知道典型的红色 一看到以后 他在第一本能反应 看了以后说 这个字也不认识啊 这么没有文化 嘿 我说不会吧 我说这个词 会不会念白啊 咱们可能啊 我那人也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没搞错了 去 我说再看看吧 到底念什么 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念黑了 你不要烦我了 现在再忙好不好 走吧 以前我跟他吵了一下子以后 我很沮丧的走掉了 当天晚上回到家 这个红颜色性格 回到家里面后 发现家里面旁边有本字典 拿开来字典 一翻 发现这个字 居然不念黑 真的是念白 请问 典型的红颜色性格 突然发现 今天早上跟我吵架的时候 错怪我了 他会怎么做 很有意思 大家都是典型的红色 会马上打电话给我 拿起来电话以后 大家 你知道吗 我今天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又有什么发现 我告诉你说 今天早上那个事情 不好意思说我搞错了 那个字明明念白 你说我念黑 你看我糊涂不糊涂 其实你真的很有文化 你这个事情不要怪我好吗 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别生气了好吧 你知道红颜色性格的人 一旦错了以后 他会马上跟你来道歉 那你知道 你只要向我道歉知道了 我说那没有关系 OK算了 各位你放心 第二天他一定把 请我吃饭的事情给忘记 所以红颜色的人 做了承诺以后又忘记 但是红色有个好处啊 红色最大的好处是 如果有错 有错马上就认 所以当你跟红色去交往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轻松 但是如果今天你见到的 不是红色 我找了一个典型的蓝色的同事来问 我找到这个蓝色的同事 我去问他说 我说刘老师 不好意思 请问这个字念什么字 你听到典型的蓝色 拿过来这个东西以后 这个字大概是应该念黑 不过你稍等一下 我现在马上帮你确认一下 他马上拿出来字典再翻 一翻字典 发现这个字不念白 不念黑 居然念白 他在第一本能反应 面孔一下子变得惨白 那个骆先生不好意思 这个字应该是念白 刚刚我搞错了 那我说刘老师麻烦你了 我先走了 我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字 我走了 但是我走了以后 麻烦的问题是 今天蓝颜色一天 坐在办公桌前面 神情恍惚 不失所然 明明镜丝念黑 我干嘛要说念白 明明镜丝念白 我干嘛要说念黑 现在这个事情 一定会被传出去 传出去以后 全公司的人都会知道 我很没有文化 大家知道我没有文化以后 就不会来相信我 以后有问题就不会来问我 以前我在公司里面 都是以有文化著称的 现在变得没有文化 大家会怎么想我 他越想越复杂 越想越痛苦 越想越沮丧 越想越消极 第二天早上 进了办公室 同志们发现 蓝颜色的同志 已经上吊了 所以你会发现 点心上蓝颜色的人 一旦考虑问题过多的时候 他会变得非常的忧郁 这个等会在下一个章节当中 我们会重点讲到 关于蓝颜色的情商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问到红 我没有问到蓝 我找到了一个点心的大绿色去问 我找到绿色以后 我去问他 哎 我说兄弟 这次念什么字 哦 这个字应该是念白 哎 不可能吧 我刚才问了好几个人 他们都说这个字念黑 怎么可能会念白 啊 是吗 你没看到吗 到底念什么 啊那好吧 他们说念黑就念黑吧 你知道点心的绿色很有意思 当他发现冲突的时候 如果他觉得这是一个无言辖的冲突 他认为你说是什么就念什么 他也不愿意跟你发生正面的冲突 绿色最大的特点是 打他左面一个耳光 绿色才真正能够做到圣经上所讲的 你打我左面耳光 我伸出右面的让你继续来打 大多数点心的绿色 不跟你发生人机关系的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绿色的人 最容易成为老好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没有问红 没有问蓝 没有问绿 我找到了一个超级大黄色去问 我找到我黄色的朋友 我找到他以后去问他 我说哎 我说张老师 请问这个字 到底念什么字 点心的黄色拿过来以后 张老师你再看看到底念什么 绝对念黑 百分之百肯定不会错 我告诉你 我说念黑就念黑 我只有乖溜溜的 拿了东西以后走掉 大多数点心的黄色性格 他说话的口头禅试 绝对 肯定 百分之百不会错 出了问题我来担 表现得极为奸定和自信 他告诉我说念黑 当天晚上回到家 跟他老朋友一段对话 我告诉你 我们公司 现在新招来的大学生 问题真的很多 新招来的大学生 连黑和白都不认识 我们刚刚新招来的大学生 姓乐 那个姓乐的人 搞梦也搞不清楚 他老婆一听 知道是他老公搞错了 老婆是绿色 不敢跟他争 也不敢说话 这个时候在看电视 搞笑了 电视机屏幕当中 放出来的字幕 注意 电视屏幕一放出来 结果发现 电视字幕里面的 电视的播音源 在念那个字幕的时候 居然管这个字 也是念白不念黑 老婆你快点来看 这个电视机里面 这个播音源的质量 也越来越差 他老婆吓得不敢跟他争 老婆跑到厨房里面洗碗 偷偷的把字典拿出来翻 一翻字典 发现这个字典当中 也是念白不念黑 第一反应 这个版本 这个字典是每一年版本的字典 查了几本以后 发现字典是对的 知道自己搞错了 不好意思 赶紧换台换掉 有意思的事情是 黄色星格绝不会打电话给我 也不会像我认错 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 见到的时候 也不会说不好意思 没有这样 这也在我搞错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是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像第二天那样 黄色星格对我特别的温柔 特别的友好 因为黄色星格最大的特点是 他不太愿意通过他的嘴巴 来表达一下你的认错 但是通过他的实际行动 他会这样传达 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 各位你知道原因吗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些 黄色的内心 你就知道 因为黄色星格 是四种性格里面 最在乎面子的人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因此以四种性格的角度上来讲 红颜色星格 他们在天心当中 他们勇于认错 他们能够去表达这些观念 因此他很容易跟人进行 有效的交往 过当最重要的奥妙就是 当你的性格优势发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所有的优点就会变成你的麻烦 比方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过 红颜色星格的人 他们非常善于表达 能够带动和挑动很多的气氛 带动热烈的欢快的氛围 但是有的时候 他最发达的器官 带给他的麻烦和毛病越多 你已经知道了 说话有的时候过于夸张 让别人有可能不容易相信 还有 有的时候过于开玩笑 或者有的时候说话不注意场合 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曾经见到过 有一个医院里面的主任医生 那你知道在医院的主任医生里面 他有一部分的工作 是要进行带学生 有一些医学院的学生 曾经跟着他一起去查房 这个医生很有意思 这个医生是属于大红色的 已经年龄 已经将近快有50多岁了 非常非常有经验 但是很有意思 在查房的时候 在前面在带 结果去查的时候 走啊走啊走 突然走到一个病房里面 发现这个病房里面 躺着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是一个男性 估计那个病人 后来我们再想象 可能是蓝色的 是属于一个得了重症的病人 然后这个病人 坐在那个病床前面 正在那里起来 喝一碗西粥 于是这个红色的医生 看见这个病人以后 非常激动 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人的病例 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于是他当着所有的同学们的面 同学们 你们看 这就是这里著名的 一线癌的病人 OK 就这一句话 结果要命了 那个病人坐在那边 一天一天 当场没反应 不激动摔倒 三天以后 病人死掉了 结果 因为这个事情 病人带了家 病人的家属过来以后 找医院里面来索赔 所以类似这样的世界 会非常多 红颜色性格的人 所以叫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 这个词怎么来 这个词是专为红色来设置的 OK 在前面你已经知道了 红色做事情的速度 相对来讲会比较快 但是呢 预速有的时候则不达 挑战冒险 他乐意去应战 但是有的时候 抵抗力可能不够强 点心的红颜色性格的人 可能带给团队 很多的一些快乐和氛围 但是有的时候 开玩笑 有可能会开过头 让别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而点心的红颜色性格的人 他有的时候 非常乐意于帮助别人 我们已经讲到了 但是因为他承诺的速度比较快 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不容易让别人产生信任的感觉 红色最大的一个好处 我们现在前面已经知道了 就是当他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很容易冲突 因为他很容易激动 但是红颜色他发生冲突以后 他会很快的向别人道歉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 这个并不是红色的问题 因此 以天性的角度上来讲 很多企业里面一直在强调说 这企业的管理者 必须要有轻和力 如果从轻和力的角度上来讲 红色和绿色 这两个颜色 他们的轻和力 明年是所有的颜色当中最强的 我这里呢 现在有一幅牌 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以性格的角度上来讲 红色和绿色 这两个颜色 在轻和力的角度上来讲偏强 在轻和力的角度上 很明显需要通过后天的修炼 最后 我需要跟各位来强调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知道了红颜色性格的人 情感非常丰富 但是我们很难来理解 为什么红颜色性格的人 会比较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 在本质上来讲 所有的红色性格的人 在一生当中 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那就是 只要你的情感非常丰富 你就一定会面临 情绪化的问题 而情绪化 加上红颜色性格的脊脾气 非常容易演变出来的 另外一个致命的伤害 那就是红颜色性格 一定会因为他的冲动 而付出非常非常巨大的代价 什么叫冲动 OK 我们来看 严厉学员 他是开服装店的 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好 生意做得很大 在整个一条街上 做了五年时间 和五年时间里面 从原来的只有十万块钱的银额 已经连续每年做到了八百万的银额 是整个一条街上做得最大的 有一天早上 这个红颜色的性格 跟他老公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得非常非常激烈 激烈的冲突以后 非常非常的生气和郁闷 于是在一气之下 他说好 给你就不要过了 我要给你离婚 于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他老公摔门而出 他也摔门而出 跑到店里面来上班 跑到店里面来上班的时候 你知道红颜色性格的人 是很会做生意的 但是因为今天早上 跟他老公吵过架以后 心情非常非常的不爽 于是在等着这个 做生意的时候 心里面就在想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碰到了这种事情啊 正在非常郁闷的时候 突然 有一个顾客进来 开始来退货 这个顾客呢 是一个学校里面的大学生 是一个超级大红色的人 这个红色的女孩 进来了以后就说 不好意思 昨天我在你这里买的衣服 现在我要退 如果是以前 这个人会非常爽快的 马上把这个货退给他 但是因为在当天 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 因为他跟他老公早上吵过架 所以当这个女孩来退货的时候 他就本能的说了一句话 干嘛来不来话 为什么要今天来话 可是这个女孩呢 也是一个非常着急的人 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 女孩本能的以为 你说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根本不想给我退货 于是女孩很气愤 女孩认为说 昨天你卖我衣服的时候 说得很好 可是今天我要退货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肯给我退 于是女孩非常非常气愤 开始跟这个店主大吵起来 本来这个人 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 他发现这个女孩 居然跟他来吵架 早上跟他老公吵架的怒气 没有办法来发泄 于是现在把他早上的怒气 全部转嫁过来 开始跟这个女孩 产生了一场剧烈的冲突 女孩吵不过他 逃回到学校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 女孩拉了五个男同学来 干什么呢 对于不是来砸场子 是来助阵 拉了五个男同学来 来吓唬吓唬他 希望你赶紧退给他 结果没有想到 拉来的五个男同学当中 居然有一个 也是一个超级大红色 这个红色 二话没说 上去以后 你挺怎么欺负我同学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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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才讲了不到两句话 这个女的店主气愤和郁闷当中 发现你居然找了这么多人 想来吓唬他 二话不说 拿起一把椅子 结局就是脑袋开花 脑袋有没有流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最后的结局 他一一要飞 然后这个女店主 被抓住就关了八天的禁闭 回来以后 有没有人敢买他的衣服 所以这个女店主打人 结果 生意没得做 店关掉 又赔了钱 回去以后 其实他老公跟他本身只是一场误会 什么叫情绪化 什么情绪化的意思就是 当典型的红颜色性格在情感激动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来控制他们的情绪 他们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一些决定 而大多数的红颜色在一生当中 势必会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 当他触动的状态下 他做的事情事后 他一定会后悔 整体上来讲 如果你希望用非常快速的时间 来了解红色性格的本质 我们已经知道 红色性格的内心深处 他们是开放的心态 他们乐意于相信他人 但是因为他乐意于相信他人 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上当受骗 红颜色性格的人 他们的欢快 他们容易跟人交往 但是有的时候 他的表达能力过于强大 以及喜欢开玩笑 带来快乐的色性 也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比方说过从口出 比方说开玩笑不分场合 再比方说 他有的时候在表达问题的时候 因为他过于夸张 有可能让别人不容易相信 因为他答应别人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而他的记性又不够好 有可能承诺没有办法兑现 让另外一些注重承诺的性格的人 可能对他会有本能的排斥 从另外一个层面的角度上来讲 红色性格的人为人 天性快乐 天性乐观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盲目乐观 另外 红颜色性格的人情感高度的丰富 他们非常富有感染力 但是因为他情感高度丰富 在控制情感方面 并不是他们的想象 有的时候会因为他的情绪化 而付出一些沉重和惨重的代价 那么以上就是红颜色性格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描述